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武王消灭了商朝 建立周朝 为了巩固自己的威权 经常派使者往来边疆地区 许多小国很敬畏周武王 先后派人到浩金 献上许多珍贵的礼物来向他示好 周武王因为这样的情形 渐渐变得骄傲自满 其中有一位来自西方的史称 献给周武王一只熬犬 这只大狗两耳尖尖 体型庞大 而且威猛善斗 与周朝的狗大不相同 看到周武王还会蹲下去行李 感觉相当机灵 周武王看了心花怒放 命令属下收下这只熬犬 并赐给史诚优厚的奖赏 周武王非常宠爱这只熬犬 带着他四处打猎 息息 完全不管朝廷大事 大臣少公看到这样的情况 感到很忧虑 赶紧写了一篇吕敖 来劝见周武王 不要让胜利的果实在短时间内毁灭 少公在吕敖中提到 德姓高尚的君王是不会侵蚀官员的 不然就没有人会尽忠报国了 德姓高尚的君王也不会欺负和羞辱人民 不然就没有人会拥戴他 文中还提到 如果沉迷于女子的美色 就败坏了高尚的德姓 如果迷恋于自己所喜爱的物品 就会丧失原有的雄心壮志 周武王读了吕敖后 想到周武王就是因为贪恋酒色 才导致商朝的灭亡 认为少公的劝告是对的 于是他把收到的贡品赐给诸侯和公称 专心的治理国家 玩物丧志 是少公对周武王的劝告 意思是只顾着迷恋喜欢的器物 会让人丧失志气 所以对事物的喜好 要有所限度 这样才不会因为过分沉迷 而毁掉自己的前程 小朋友 听完玩物丧志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 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故事的缘起 西方史诚送了一只熬犬给周武王 周武王非常宠爱这只熬犬 过程中 周武王带着熬犬四处打猎 嬉戏 疏乎管理国家大事 故事的结果 少公写了一篇旅熬给周武王 劝他不要玩物丧志 而周武王接受了劝告 开始专心治理国家 小朋友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 玩物丧志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忍真的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如果周武王不听少公的劝告 继续玩物丧志的话 国家会变得如何呢 遇到玩物丧志的人时 你会如何帮助他们呢 小朋友 上面两个问题 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 朋友 老师分享吧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 玩物丧志 是形容 沉溺于某样事物 因而荒废了 应该做的事 主要是用来表达 沉迷忘事 现在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玩物丧志 可以怎么使用吧 他时常告诫 过分沉迷于电玩的年轻人 不要玩物丧志 而自毁虔诚 人有嗜好 是很好的事 但若是过分沉迷 就是玩物丧志了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与玩物丧志相关的成语吧 相似的成语有 玩物逆志 相反的成语有 刻苦自立 赌制立行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小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